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 荣获2009年度中国政府有意奖的100名外国专家和他们的眷属 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获奖的外国专家表示祝贺 对他们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并向在华工作的所有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及其亲属表示问候 温家宝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成就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也凝聚着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的智慧和贡献 大批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携手奋进 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了中国的建设事业 对此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 温家宝指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兼容才能进步和发展 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努力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 我们热情欢迎更多的外国专家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有一奖是中国政府为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设立的 今年获奖的有100名外国专家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参加会见